一名细心的网友在我的影片当中评论说 漂白剂会溶解铝箔纸 我想它言下之意是担心 铝箔纸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影响 今天给大家分享三个内容 第一个内容是做一个小实验 把铝箔纸放在漂白剂 盐水白醋和盐酸溶液中 看一看到底有什么奇妙的事情发生 第二个是查询当前的研究文献 铝跟我们的健康有什么相关性 第三个是铝箔纸烹饪食物 到底安安全有没有毒 这是我新买的漂白剂 Costco普通的食盐将其溶解制成盐水 中国超市买的食用白醋 醋酸浓度为3.5% 高浓度盐酸将其稀释制成3%浓度 一般家庭不大会有这种强酸的 我主要是用它来调节我们家泳汁的撇去直合碱度的 最后用自来水做对照实验 半小时之后 盐酸溶液里面的铝箔纸产生了密集的气泡 其他4种样品没有反应 两个小时之后 铝箔纸开始被盐酸溶解 漂白剂里面的铝箔纸颜色开始发黑 白醋盐水和自来水里面的铝箔纸没有任何变化 一天之后 盐酸溶液中的铝箔纸完全被溶解 漂白剂里面的铝箔纸比较黑 溶液变混浊 但是没有气泡产生 其他3种溶液中铝箔纸没有什么变化 盐酸是一种强酸跟铝箔纸的铝发生反应生生青气 这个是蛮好理解的 可是漂白剂跟铝箔纸这个实验现象还蛮出乎意料的 因为漂白剂它的主要成分是次氯酸钠 它是一种碱氏液有很强的氧化性 而铝箔纸包括其他的加剧铝制品 为了维持它们的稳定性 是除了铝之外 表面往往有一层致密的氧化膜 所以根据我自己有限的化学知识来讲 次氯酸钠跟铝箔纸其实两个是不容易发生反应的 那至于这个实验现象 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您 那白醋和铝箔纸从我们肉眼看 好像看不出什么反应 那到底有没有呢 答案在后面 瑞士日内网大学的科医人员发表在 国际癌症杂志的最新研究结果表明 长期暴露于氯化里会增加患乳腺癌的风险 研究人员将人体乳腺细胞 复制到小白鼠的上做研究 结果发现小白鼠患有严重的恶性肿瘤 并且还会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 研究人员认为 铝炎可能是环境中乳腺癌的致癌物 饮食中的铝可能是炎症性肠病的环境危险因素 服用含铝的药物课阻止钙和磷酸液的吸收 从而导致骨质疏症等病症 除此之外 铝还构成了其他的健康风险 比如说 高含铝的铝的摄入会降低人脑细胞的生长速度 已经确定铝具有潜在的细胞毒性和神经毒性 在老年痴呆症患者的脑组织中 检测到高浓度的铝 几十年来 铝与老年痴呆症之间的联系 一直是科学家长期争论的话题 但是在模拟实验中 动物大脑内使用铝化合物 确实观察到了老年痴呆症的发作 我们体内的铝来自于哪里呢 一是饮食接触 实际上铝是自然存在于大多数食品当中 包括蔬菜 水果 肉类 鱼 穀物和乳制品 饮用水 特别是一些食物像茶叶 可可 咖啡和香料 比其他食物更容易吸收和积累铝 铝含量大于每千克10毫克 铝第二个来源是外部接触 在日常生活中 铝制品 咖啡壶 护腕餐具 疫苗 药品 化妆品等等 都是铝的来源 那么讲到这里 我想知道我们的身体摄入多少铝含量 是安全的呢 为此我查询了世界卫生组织 是欧洲食品安全局和德国联邦环保署等一些权威机构的官网 世界卫生组织给予的标准是对一个成年人每周耐设收入量是每千克体重2毫克的铝 欧洲食品安全局的标准是每周允许 收入量是每千克体重1毫克 说一个体重为70公斤的成年人 按照欧洲食品安全局的标准 每天铝的收入量要低于10毫克 如果按照WHO的标准 那就是低于每天20毫克 德国联邦环保署是以尿液或血清理的铝含量为标准 德国联邦风险苹果中心建议是由于铝无醋不在 仅通过饮食即可达到每周的耐收入量 额外收入可能会超标 铝箔纸是用非常常见的家具用品 我们经常用它来储存食物 或者是包裹起来来烘焙或烧烤 但是铝箔纸厂家有提醒说 盐和酸性的物质可能会与铝箔发生反应 也像这一说最好不要用咸的或者有酸度的食物接触 但是我们喷了的时候不可避免的用它来包裹有调料的食物 所以我想知道的是如果我用了会怎么样 将包裹和不包裹铝箔纸的鱼片分别在200度下烤制20分钟 结果发现包裹铝箔纸的鱼片铝的浓度增加了2到68倍 用饭茄汁柠檬酸苹果醋盐和香料制成6种不同浓度的 浓液腌制肉末之后用铝箔纸包裹烹饪 结果发现样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铝进出 烤制温度越高铝的进出的量就越高 同时也发现在酸性溶液下铝的进出量很高 添加香料的情况下就更高 所以文中建议铝箔纸可用于存储食物 但不可以用来烹饪 研究者将不同种类的牛肉水牛肉羊肉鸡肉鸡肉和火鸡 置于铝箔纸中烘跑 结果发现牛肉水牛肉和羊肉的铝进出量增加了89%到378% 鸡肉火鸡肉增加了76%到215% 这个量已经高出了世界卫生组织限定的收入量 因此如果常用铝箔纸烘培食物的话 相当于大大的增加了铝的收入量 对健康会构成威胁 跟煤和铁不一样 铝它其实不是我们维持身体机能必不可少的元素 换句话说 食品当中天然的铝成分已经够了 我们无需再多 那么前面的研究结果也显示 如果我们用铝箔纸来包裹食物 在酸性调节或者是高温调节在烘培的话 铝箔纸向食物释放的铝含量 大大的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允许的极限 虽然这些铝我们吸收之后 大部分是通过掉液或者是粪便排掉的 只吸收小部分 但是吸收的这部分里面 有一些会进入血液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说法 一旦铝进入到人体血液当中 有6%分布在骨骼 25%在肺 10%在肌肉 3%在肝脏 1%进入大脑 已经有研究表明 因为铝对蛋白质有很高的亲和力 能够发生胶脸作用 有神经毒性 会使人的肌力减退 脑功能下降 对人的健康产生互联影响 目前还没有有力的证据证实 铝的受伤一定会导致乳腺癌 或者说一定会导致老年痴呆症 但是它们两者的关系也没有被否定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我们既然知道了这种风险的存在 知道了铝的额外摄入 是对我们健康有不良的影响 那么不应该过于的恐慌 因为我们可以从我们的本身 从我们的日常生活 甚至是更广泛的一个生活环境 尽可能的最大限度的减少铝的摄入 如何减少铝摄入量 一减少铝箔值使用 如果非得用 请避免接触酸性和带香料的食物 第二使用非铝制催具和餐具 可用其他材质代替 比如说不锈钢铸铁锅玻璃等等 第三避免高温烹饪 有个可能请以较低的温度烹饪食物 以减少铝的浸出量 减少奶酪的摄入量 尤其是加工奶酪 检查购买的所有食品 药品和卫生产品的标签 减少或避免使用含铝的产品 谢谢你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记得点赞分享加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拜拜 拜拜